陈儿 你来找为师 就是为了丁大利的事 我知道师父 已经将丁大利 收留在蜀山 我只是有些担心 他上山的时机 未免也太巧合了 你认为 丁大利的出现 跟魔宗有关 魔宗刚刚入侵中原 就发现失落的元神 在丁大利身上 又刚好攻打卧云村 让我们顺利地 把丁大利救回蜀山 我只觉得 这一切太顺理成章了 反而让我觉得奇怪 仿佛这一切 都是安排好的 陈儿 你心思缜密考虑周祥 是一件好事 不过我倒觉得 丁大利这一次 出现在蜀山 或许是天定的缘分 要让我蜀山 拿回赤魂石 我只是觉得 这可能是魔宗 设下的圈套 为师 会谨慎行事的 师父 今天就是您 去太原湖祭拜的日子 现在山下魔宗四女 要不要图尔 陪您一起去 以防万一 不用了 每年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 习惯了 那是我自己的 能遇万箭 难遇我心 能降众魔 却难保一人 素音 你长眠了二十四年 我也内疚了二十四年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都过来看看你 陪你说说话 今生相欠 我诸葛欲我 来世再还 诸葛欲我 人是你杀的 还来分钱吊丧 有意思吗 今天 是我一位故人的祭日 我不想被打扰 猫库耗子 假慈悲 明门正派 都喜欢玩这一套吗 你一身邪气 难道 你是魔宗之人 诸葛欲我 这么多年 你当真不认得我了 你这妖女 二十四年前 将你封印在天狱 你居然 还不思悔过 中原这么好玩 我可不舍得丢下你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二十四年前 你们就已经败了 现在居然还敢回到中原残害百姓 你们既有如此胆量 诸葛欲我 自当赠赔 别误会 今天的中头戏可不是我